火力全開 正在改裝後的軍用皮卡尚 與二軍對峙 論兵力 巫軍或許不敵俄羅斯 但武器先進程度 絕對更勝一仇 CM報導 俄烏開戰超過一年 俄軍武器耗損嚴重 尤其戰車數量已去掉大半 如今連骨灰及二戰戰車 也被送上前線 對照今年與去年 俄羅斯遠東地區兵工廠 衛星罩 不難發現有不少戰車消失 只是這些二戰主力 包括蘇聯一九四五年研發的T55戰車 一九九零年波灣戰爭開打時 早已不敵西方坦克 卻被趕壓上架 專家直言根本當炮灰 反觀烏克蘭有西方先進武器持續軍援 連高檔轎車也來助陣 眼前這輛被漆上軍綠色的保時捷 上個月底被送到烏軍手中 利維夫民眾為協助烏軍作戰 將轎改裝送上戰場 從日系轎車到百萬名車都有 相信之下俄軍只能靠古董車苦撐 也難怪南鎮士氣 戰況每況愈下 三立新聞 環宣播到